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今天我一起练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闻是关于视觉和听觉障碍的人士 都可以享受电影的新闻 这件事可能在日本或香港也很少见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新闻是说什么的 耳や目に障害がある人も楽しめる映画 日本ではまだ少ない バリアフリー映画は耳や目に障害がある人も 一緒に楽しむことができる映画です 会話や何をしているかを説明する字幕や 人が説明する声が映画についています 特別な眼鏡やスマートフォンのアプリを使って 字幕を見たり説明を聞い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東京のNPO メディアアクセスサポートセンターが 去年11月までの1年間の日本の映画を調べると バリアフリー映画は16.3%だけでした バリアフリー映画でも 映画館が特別な眼鏡を用意していなかったため 字幕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場合がありました 耳に障害がある人を手伝っている人は 耳が聞こえない人も映画を見て 周りの人と一緒に笑ったり泣いたり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ほしいですと話しています 視角及聽角障害的人亦都能享受電影 目前日本依然少見 無障害電影是比有視角及聽角障害的人 亦都能一起享受電影的電影 電影的對話或正在發生什麼事 會有字幕和人聲說明跟著電話出現 使用特製的眼鏡和手機app 立刻可以見到字幕或聽說明等等 東京NPO媒體訪問支持中心 在截至去年11月中的一年中 調查了日本電影 只有16.3%是無障害電影 即使是無障害電影 有時亦都看不到字幕 因為電影院沒有專門的眼鏡 一個幫助聽力障害者的人說 我希望龍啞人士亦都能夠看電影 並能夠與周圍的人一齊歡笑和哭音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之好 會見證著這個社會的進步 可以照顧到不同需要的人士 電影亦是一個大眾化 或者值得觀看的娛樂 如果視覺和聽覺障礙的朋友 都能夠一起享受電影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無論是對當事人 或是對電影的產業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怎樣 歡迎下面來告訴我們 我們下星期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和分享出去 那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